我们已经在一起四年了 从青春懵懂到现在该成家立业 按理说不结婚是很难收场的 但是我现在真的没办法下定决心嫁给他 我真的非常喜欢他 也很宠他 非他不娶 虽然我们还年轻 但我也想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和将来 他家里那些不靠谱的亲戚 和他做事不和我商量的性格 让我望而却步 他的控制欲和他的不尊重 让我对我们的爱情逐渐失去信心 我在非常努力地找工作 争取早日买车买房取他进门 而他却打了退堂鼓 是我们的爱情变了还是他变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张22岁来自天津代业 小王23岁来自河南代业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咋认识的你们俩 我们是在小饭店打工认识的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追了多久 追了将近半个月吧 才追了半个月 那好了多久呢 好了四年了 今天来是 他想跟我分手 我不同意 为啥呀 因为他没工作 没存款 还有一群不靠服的亲戚 然后我就是觉得 没必要跟他继续在一起了 不是那那那你有存款吗 我们两个之前是有存款的 但是已经都被他造完了 呦 这姑娘现在是绝望了是吧 对 来说说发生了一些什么好不好 因为我们两个学历本来就比较低 然后存钱又特别困难 然后他就是花钱的时候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然后就自己私自买了一辆车 结果被骗了 买了什么车 买了一辆二手车 花了多少钱 花了两万五左右 怎么就被骗了 还是被他亲唐哥给骗的 当时买车不是觉得找叔叔比较靠谱吗 更好看他是我唐哥 怎么可能会骗我呢 然后钱我就给他转过去了 没想到他还是把我给坑了 现在我也很努力地要这笔钱 放心我钱一定会要回来的 关键是我不相信他能要回来 这也不是第一次被骗了 前几天他又买了一辆车又被骗了 又买一辆车 对 找谁买车 找的是二手车商 那这次怎么会被骗了呢 车虽然发过来了 但是车况特别不好 根本就不能开 当时我买车 不寻思着 我唐哥骗我了嘛 我不再找他了 我就从别的地方找到一个车商 然后他是说 这车一停喝我心意的 我就把钱给他转过去了 他是从外地发物流发过来的嘛 然后发现货不对板 那车根本就开不起来 不过这个已经在走法律程序了 这钱也肯定能要过来 这个请你放心 这是多少钱 这个两万五左右 不是你为什么非要买辆车呢 我就没搞清楚 我买车 这事我特别困惑 你知道吧 这玩意就跟车干上了 就说我这个被骗了 我再来 我们碰到了很有执念的人 你知道吧 我就要买一辆车 我被骗了 我再买一辆 在后面的讲述里 没有第三辆车了吧 有 他现在还是 还有第三辆二手车 第二辆是没被骗 第二辆是我跟他一起买的 然后现在他再开这一辆 一共买了三辆 一共买了三辆车 对 这个第二辆车是被车商骗了是吧 第三辆车是 我们自己开的 二手车 对 花了多少钱 花了一万吧 在咸鱼上 然后找到个人来的 我觉得好奇怪啊 你们俩反反复复折腾这车干什么 为什么要买个二手车 是说买个二手车 霍拉拉什么的吗 还是怎么了 不是 他摇到号了 然后占个标 是占标的 行 这就是觉得这二十三岁小伙子不成熟是吧 对 买一车能被人骗五万块钱 对 而且他还有一群不靠谱的亲戚 老是找他借钱 然后他自己的工资一共就这么点 他还在支援着他全家 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啊 四千块钱左右 现在待业多久了 待业近一个月了 我一直在找工作 然后支持全家是指支持谁呢 有一些几个远房的亲戚嘛 人总有落难的时候 他找我借钱了 我手头附与我就借给人家了 关键是他手头也没多少钱 然后一点都不考虑我 因为那里边的钱也有我的一部分 因为我两个的钱是换成现金存在一起的 你们俩的钱还存在一个账户里 对 谁管这个钱呢 放我这儿的是 所以人家那么信任你把钱给了你 你还把人钱给瞎花了 然后他还特别没有担当 怎么了呢 之前我们两个一起去无锡打工 他就是因为一些事要回天津 就把我一个人抛在无锡 自己买了一张票回来了 当时自己一个人在宿舍特别无助 然后想跟他打电话聊聊天 但是一共没聊几分钟呢 他就说他父母想让他早点睡觉 然后就给我挂断了 也不搭理我 你带着人家到无锡打工 人家干活你跑回来了 对 什么玩意儿 你这还对呢 当时票比较难买嘛 我就先买一张我自己回来了 那不是应该先让他回来吗 苦 因为是在天井 那时候我们还没见父母呢 那你更不应该回来了呀 家里有点急事嘛 我就自己买一张票 先回来了 不过后来我又把他接回来了 还带着他旅游 放了放松心去 我一点都感受不到他喜欢我 然后也感觉不到他哪对我好 我对你还不够好嘛 你当时在养猫的时候 养了二十多只猫 我也同意了呀 你养猫这每个月猫两千 都一千起步 我也没说什么 上次我去你家的时候 你还不收拾家 那猫都在猫杀盆外面上厕所了 这还是我帮你收拾的 那不是因为我工作比较忙吗 还有我在我自己家养猫 需要你同意吗 不是你怎么会养二十多只猫的姑娘 我自己喜欢猫 然后养了一两只 然后朋友捡招的流浪猫 也会放在我这养着 九十九只就变成二十多只了 你现在还有多少只猫 现在算上朋友既养在我家的 一共还有四只 也算上我自己的 还剩四只是吧 对 还好还好 二十多只只是最多的时候 而且我也不是说经常不收拾屋子 我也经常收拾 只不过是因为我工作太忙了 实在没时间 正好他那两次来找我 然后被他看见了 他收拾了一下而已 现在双方父母见过了吗 我见过他父母 他没见过我父母 见他父母的那时候 也让我比较生气 就是我们一起吃饭 然后他没吃几口呢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留我一个人在餐桌上 应对他父母 为啥 当时我已经吃饱了呀 我还留在餐桌上干什么 我走了之后 我想让你跟我父母 多聊聊天 多熟悉熟悉彼此 关键是我这个人 本来就内向不爱说话 你让我怎么跟他们聊天呢 对不起 我错了 那你就不能留在餐桌上 缓解一下我的尴尬吗 对不起 我一定会改的 请你原谅我 而且他的控制欲还特别强 说说控制欲 我奶奶就是比较疼我 前一段时间想我了 想让我回家多陪陪他 然后我就回家了三个月 在这期间 他一直给我打电话 发消息催我回去 然后我不愿意回去 然后他就给我开视频 拿镜头对着猫 然后就捡我猫的胡子 当时真的特别生气 当时我就差点跟他提分手 当时我不是想跟你开个玩笑吗 想让你早点回来 多陪陪我 多照顾照顾猫 你说你走这么长时间 我不想你吗 走了多久 将近三个月 那你谈恋爱父母知道吗 暂时不知道 为啥 因为我父母不想让我找外地的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我找到外地了 他们肯定不同意 怕你远嫁是吗 对 家里几个孩子 家里三个妹妹 两个弟弟 算上我六个 你是老大 对 你提过去见他父母吗 我说过 毕竟在一起四年了 我还是想见见他父母 关键是他已经把钱都造完了 买车都费完了 他现在已经没有钱买新车 去见我父母了 这你放心 这两笔钱一定会要回来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 没必要在一起了 你父母知道 你现在在天津的生活状态吗 知道 我妹也在 你妹也在 但你现在的生活状态 是个什么状态 就是在找工作 然后想着努力存钱 然后跟他分了 努力存钱的目的是什么 过好日子 你为什么不跟人分手 我舍不得他 毕竟在一起四年了 那你对他好点 我觉得对他已经够好的了 你怎么对他好了 他当时养猫的时候 我也同意了 二十多只呢 那是一般家庭能养的嘛 对 你除了同意他养猫 你还为他做了什么 我每天还接从他上班呢 还有呢 其他没有太多 但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跟你分啊 我觉得他太势力了 势力 那根本不是因为钱 因为一点钱就想跟我分手 那你家里有那么多不靠谱的亲戚 找你借钱从来没还回来过 还要是不乱造 现在都能买一辆新车了 我也不想被骗呀 没想到 行 那就是说你不会过日子呗 人家有没有权利 跟一个不会过日子的男人分手 有没有权利 有 那你为什么黏着人家 主要还是舍不得 在一块四年了 感情比较深 你对未来有打算吗 有 打算好好找工作 努力赶点钱 给他过上好日子 他在台下可不是这个态度 他从来没说过要好好赚钱 而且还老是离职 只要工作又有点不瞬间 然后他就辞职 其实我挺同情你们俩的 二十三岁本该是朝气蓬勃 向上的 你看男生往这一站 暮气沉沉 我觉得你都快退休了 我跟你对话就觉得 跟一退休老头对话一样 真是没劲 您就更可怕了 二十三岁本该是青春勃发 你看那个背后 你问他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个好生活 就是现在在中国 你突然听到这么年轻人 跟你说这话的时候 我觉得恍若隔世啊 你给我描述一下 好生活好不好孩子 主要是有钱 主要是有钱 主要是什么 有钱 这就要了命了吧 就好生活就是钱吗 反正钱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人家说知识改变命运 人要读书 为什么你会爱上了 这么一个男人 不会处理很多问题 又幼稚 但是你又那么爱 为什么你渴望好生活 好生活离你去越来越远 就在这个地方 他居然认知里面 生活最重要的就是钱 那你这一句话一出 显然你就错了 这男人没钱 你干嘛找他呢 当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年龄比较小 然后 意思是现在成熟了 那个时候知道爱重要 现在我成熟了 知道钱重要啊 这能有幸福吗 不行 我得让这些老师 好好给你们上上课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来 薄红兄 其实天下每一个女人都渴望爱情 都渴望婚姻 但都害怕受伤 女生认为在这一段恋爱当中 她已经受伤了 而且男生没有工作 没有存款 女生的恋爱观 婚姻观 围牢的就是一个钱 她认为钱就是幸福 有钱就是生活 我告诉你 必败无疑 你以后输得很惨 不仅是你的人生 还有你的婚姻 你的爱情 所以 男生 我真建议你 果断 决绝的 分手 即便分手 你也要上进 也要改变 以后用自己 这样的一种改变 这样的一种努力 证明给她看 她今天的选择是错误的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包红兄 严老师 先说这个 女生要和男生分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选择 严老师 不错 真的是对的 对的 真的是对的 从他俩 分别两个个体来讲 我觉得都是对的 先说男生 你别怪我说的难听 你就配别人和你分手 你二十出头的年纪 不去脚踏实地的工作 挣钱本身挣不了太多 你嘚瑟啥呀 买个车 左一个不行 右一个 要那个面子 不脚踏实地 不知道生活为何 你还追什么姑娘 结什么婚呀 距离那个还遥远着呢 也许这次的挫折 一辆车明明一万可以买 花了六万去嘚瑟 被人骗 一个姑娘好了四年 在这个城市里打拼 很难得 人家就要和你分手 我觉得这些 对你来说是财富 真的 你才二十出头 什么都来得及 如果你今天一直到说 我这从十八岁 长大出门 打工赚钱开始 到现在 经过这两个大跟头 知道以后的生活 要去有规划 要去谨慎 要去务实 而不是要面子 而不是为了追女生 就满足她的虚荣心 也不是为了满足 自己的虚荣心 去做不切自己身份的事 你就成长了 这是财富 好不好 好 女生我跟你说 想要钱更多 过好日子 我觉得没错 一点错都没有 谁都希望自己经济上 可能更宽阅一点 物质生活更丰富一点 是每个人都想 但是钱不能代表幸福 当然拥有更多的钱 所以可能我们会觉得 自己稍微开心一点 但当你真的有 你想现在想那些钱的时候 你一样不快乐 因为你的人生 没有一个你自己 有底气的 去拿到幸福的能力 所以先去把自己做一个 更打开的女生 你其实今天都是勾着的 像你的背影一样 你认为她没钱 不跟她好 你认为有钱 就会个得更好 这些都是误区 这都是你对人生 错误的判断 所以先去修炼自己 去把自己的房间收拾整齐 把自己的工作理清除 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一个你认为和你匹配的 你认为优秀的男生 自然会来到你身边 所以你也没必要去踩低她 没必要去看不起她 也没必要说我分手 还还分不了 就大大地往前走吧 做一个好姑娘 就会找到一个好人家 谢谢 谢谢 谢谢严老师 来 珊娜老师 你们俩分不分手 我都不关心 你们俩的感情怎么样 我都不关心 关键是姑娘 现在这个年代了 居然还有一个女孩子 是二十出头的女孩子 站在台上说 好生活就等于有钱 这很可怕 这很可怕 姑娘 你会让你掉下悬崖的 来 米娜老师 就像我们每个人工作的时候 可能会希望薪水能够提升 我们希望自己付出的劳动 能够被他人正视 能够得到相对应的价值 因为可能语言描述的匮乏吧 使您把 我希望我能够过上 更为成功的生活 我希望我的家人为我骄傲 我希望自己为我骄傲 等等描绘 最后只浓缩成 我希望多挣一些钱 这是一句朴实的话 我希望得到更多的一些 我也认为这是恰当的 只是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 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建议女孩子 第一个 时间 这就是有的时候恋爱 在这个阶段它是个包袱 谈起来太费事了 它不但妨碍我们 可能自己制定的计划 并且因为两个人 生活目标不一样 会把你从原本的计划里拉走 比如说被他拿去买车的 两个人存下的钱 可能里头就有一部分 能服务于你提升技能 或者开店的梦想 但是就被他这么用了 其实人生计划就已经被打乱了 有一些恋爱就是包袱 有一些包袱就得扔掉 回到你了 您真的比姑娘的问题要大多了 你女朋友在努力学习技能 她在提升自己 你呢 所以当你站在这儿说 都是我的错 我都错了 你原谅我 我们俩在一起好妈的时候 我都觉得你不但是个包袱 还是一个湿答答的包袱 女朋友已经明确地表示了 我想独自向前 我也不知道前方等着我的是什么 但我想努力一下 你在这个时候不就应该说好 我也回去努力 如果一年后或者两年后 我们都还是单身的话 到时候我请你吃饭 你再来考虑我一下 如果年轻的时候 都没有尝试改变自己 为未来的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没有这样的决心勇气的话 那么跟你在一起 日子已经一眼可以望到底 不但要穷 而且要永远为你当下的欲望买单 放了它吧 然后两个人道一身珍重 各自提升自我专注当下 结论大概都是一样的 对吧 就你把这段感情不合适 推论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 这里面其实暴露出几个问题 他离开你并不是你没有钱 他离开你是因为 你没有办法让他觉得 可以依靠和依赖 在你的身上他看不到希望 我理解的对吗 对 你选择离开这个男生 是没有错误的 是没有错误的 男生如果女生不选择离开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你选择离开 他也是对的 你们俩是在一个 更应该做其他事的年龄的时候 选择了一个 你们不配拥有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爱情 因为爱情太奢侈了 就这个东西太奢侈 一岁 我认同米娜老师说的那段话 分开一年以后 如果还单身 你们可以再谈 行了 没什么要说 我就觉得 这本来不是一个 关于恋爱的话题 我们谈的其实是成长 两个23岁的年轻人的成长 在这个成长里面 我们看到了 人朴素地向好的那个心 我想追求更好的 你是想追求更好的 对吧 我觉得没有错 没有错 这是最朴素的 本能的 但是他没有方法 男生也想追求更好的 对吧 但是你现在做的 不够好 接受 就谈恋爱 一定要接受 你得认 人家不再爱你了 人家说要离开 你可以放手 有些人说我很执着 那你默默地去爱就好了 能理解我说的话吗 不纠结了 来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来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你还记得咱们上台之前做的约定吗 如果台上超过半数的老师支持我们在一起 我们就一起走下去 虽然现在老师都不支持我们在一起 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留在我身边 像买车被骗这件事 我一定会把钱要回来的 一定会给你过上最好的生活 请你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做出改变的 我之前也很想过要嫁给你 但是 现在我觉得我还是要再考虑一下 我觉得你应该再给我一次机会 看我是不是真的做出改变了 如果真的没有改变 到时候再走 来得及 我不会强迫你的 留下来吧 我舍不得你 就成熟这件事不是一阵子的事吗 你今天说我要成熟 明天不可能成熟吗 它是一个过程吗 对吧 你说我一定会改 他怎么会信吗 谢谢两位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预测一下薄红兄 就是他们两个人 继续走在一起 也没有爱情了 只是一种习惯 男出女不出 最好都别出 对 我觉得 就是谈恋爱没有必要说 我要等着你去成长成熟 就是人家也有权利离开 女生肯定是不会出来了 也不能这么肯定 我希望她不用出来 男生呢 我觉得你也别出来 真的爱这个姑娘的话 你成熟了再来追她 来 珊娜老师 应该是男出女不出吧 最好都别出我觉得 对 最好都别出 那就有一种可能 有可能都双出 双出 来 咱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 有话跟她说吗 其实我还是希望她能够回来的 我还是舍不得她的 谢谢你 请回